音乐 我们既然读到了这些疑问词所造成的疑问句 第二课已经读到了 第四课也读到了 我们就整个的把这些疑问词给各位介绍一下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where 何处 第二个是when 何时 第三是why 为什么 第四是what 什么东西 第五就是how 如何 在下面就是who 谁 who whose 就是谁的所有格 whose 应该属于who这一个词里面的 在下面whom 是谁的受格 who who's whom 这三个字算是一个变化 同一个字变来的 最后一个是which 哪一个 那么这是单一的疑问词 就是这一行 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 这里面有四组的字 有四个字 它可以在后面配上东西 那么剩下来的后面都不能配上任何东西 我现在简单的给各位解释一下 你用个笔把它记下来 where 后面什么都不可以接 whon 的后面什么也不可以接 why 也不可以 但是what这个字后面可以接很多的东西 what day 就是星期几 what time 是什么时间 what kind of 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就是哪一个种类的什么东西 可以接很长的 how 下面接的更多的东西 who 后面不可以接任何东西 但是whose 后面常常接上名词 whose watch 谁的手表 whose radio 谁的收音机 whom 什么都不可以接 which 又可以接了 后面可以接东西 所以我们就知道 有四个字后面都可以接东西的 从上面数第四个第五个 都能够接what how 再来就是第七个字 就是whose 后面可以接东西 再有就最后一个which 那么剩下来的 后面都不能够接任何东西 希望各位了解 下面我们就跟各位讲 很多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最常用的就是how 后面接how much how many 都是多少怎么分呢 how much 后面加上不可数的东西 how many 后面加上可以数的东西 大家学到了这个how much how many的时候 最感觉困难的就是这个钱 搞不清楚 到底能数不能数啊 有人还起来辩论 因为英文里面告诉各位 这个many这个字是不可数的 有人讲我可以数一块两块三块 不是数的吗 能数的是那个圆那个字 一圆两圆的圆子可以数 dollars 那个many那个字 好像代表你的财富 你有多么有钱 那这个味道 你有多么有钱呢 那不是一块两块的 所以呢 它是一个笼统的名词 我们讲many的时候 就要讲how much money 如果讲多少块钱 那讲how many dollars 后面都可以接上do you have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你有多少钱 how many dollars do you have 你有几块钱 这个分别能不能想得出来 你要向人借个这个三万两万的买一栋房子 那你就不能讲how many dollars 你讲how much money就好了 你说我想借个几块钱加油啊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呢 那我也不多了 大概只有几块啊 那到底有几块啊 how many dollars do you have 是这个味道 希望各位能够把这两句话都记下来 把how much 跟how many的分别也晓得了 many跟那个dollars的分别也就记到了 就是请你记到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how many dollars do you have 当然除了这个many和dollars之外 英文里面能数不能数的名词太多了 比如说时间 时间能不能数啊 不能数 时间这个字不能数 time不能数 怎么不能数 我有手表 你要数的话就是那个hour 一个钟头 那个minute 分钟那个分可以数 那个小时可以数 time这个字不可以数的了 所以我们讲how much time 多少时间 do we have 我们今天这个广播还有多少时间呢 how much time do we have 这么讲 所以希望各位要了解 那么这些意义 比如说空气能不能数啊 当然不能数 how much air 就是可以这么讲 水也不能数 how much water 这些都记得到这个how much的后面 书本能不能数啊 当然可以数了 就是how many books 兄弟姊妹能不能数 能数 how many brothers how many sisters 像这些 我想各位一听就知道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英文的名词 有一些我们中国人认为可以数的 他偏偏不能数 就是英文啊 这个美国人的那个脑子 长得给我们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认为很合理啊 这个家具都能数啊 外国人讲不能数 这个furniture这个字从来不数的 my furniture our furniture 我们的家具 is 是new 新的 摆得满房子都是家具 二三十件 还要讲 my furniture is 还不能用are 这个要特别的交代 那我们教书二三十年呢 就是把这些 中国同学认为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外国人他认为 讲外国理的时候 他认为合理 特别提出来 跟各位来讲解 加深各文的印象 好了 下面我们再看 how often how often 这个字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的例子 就翻作多久一次 how often do you go to San Francisco 你到旧金山去 多久去一次 你的女儿住在那里 多久去看他一次 how old 就是多老了 多少岁 英文他的意思就是多老了 你现在又多老了 中国话 也没有这个概念 跟那个how often一样 自己要创造 了解 慢慢了解 外国人是这么一个思想 多老了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is your father 你的父亲有多老了 中国话就是多少岁 how tall 多高 how far 多远 比如说 我们前面刚刚讲过这个慢跑 你跑多远啊 how far 你会不会做这句话 对 how far do you jog every morning 你每天早晨呢 慢跑跑多远 what time 什么时间 what size 多么大的尺寸 做几号的 what size 在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台湾来的成一 那个上面都有这个字 size 有的写个small 小号的 有的写个m medium 就是中号的 large 就是大号的 还有号码 35了 或者28寸的 等等 这些都叫做size size这个字的后面 还可以加个名词 what size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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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衬衫 几号的衬衫 do you wear 就一句话 what size ring do you wear 还有这么一次 有一个美国人 他就问我 你戴这个 多大的这个戒指 那是我在 很多年以前 在这个 Texas 德州的时候 我在那读书 要毕业的时候 他们就调查 大家 这个戴这个戒指 要是多大的 跟大家定一个 这个 毕业的礼物 what size ring 我说 I have no idea at all 我说一点概念都没有 戴个戒指 还有几号的 我从来还没买过 那么去到商店里 这个套 一大堆 用手来慢慢套 结果套了个 九号半的 那么连戒指 他们都有号码 what day 就是星期几 这个星期几 为什么 what day 就知道是星期几 的什么天 因为他这里是 省掉了几个字 what day of the week 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用的太多了 of the week 大家不要讲 what day is today 那是今天星期几 如果一定要问 今天是几月几号 那就是what date D-A-T-E what date is today 再看右面这一行 what color 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 后面呢 多半跟中国话 都是翻着讲的 什么颜色 是你的书 是这样子讲 what color is your book 中国人当然把它翻作 你的书是什么颜色 你说我娶了个外国媳妇 我的儿子跟个美国人结婚了 我就马上问你 你的这一个媳妇 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是不是我们东方人的黑头发 如果是黄头发的话 将来出来的孙子 那个花样就多了 怎么问呢 你的这一个啊 就是你的这个媳妇 媳妇英文叫daughter-in-law 你的法律上的女儿 what color is your daughter-in-law's hair is her hair 好了 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what color is her hair 就是这一句话 what job 什么工作 你做一个什么工作 what job do you do what school 什么学校 what grade 是纪年级 what kind of 是哪一个种类的 what kind of student 哪一个种类的学生 好学生 坏学生 what type of 哪一种的 这是哪一个类型的 what type of typewriter 哪一个类型的 那么大字机 你说拥有的 还是brother的 还是日本的 sharp的等等 下面讲which one 哪一个 which one 可以讲which book 哪一本书 on which days 就是在星期几 on which days 后面加上 你去上英文课 你一个礼拜 上两堂英文课 那么都是在星期几 你就要用这个 on which days do you go to your English class 这些都是疑问词 我们讲完这些 疑问词 因为有很多的 新的这些东西资料 各位需要有一段时间 自己把它熟记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跟各位解释一遍 你看下面 又列了一个大表 这个表就告诉各位 用了上面这些疑问词 在这个美国人的思想里面 他们的造句方法 就是按照这个程序来的 第一个字就是 疑问词 where when what 接着的就是do you 这个do就不能少掉 要不然就是does he 当然也可以讲 does jack does mary does your mother 都可以 后面呢 接着就是动作动词 在阶上就是受词 最后就是那个副词 这里的副词 各位可以想象而知啊 一定是every day every morning every sunday 等等 为什么要接every 这么多呢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学的是 现在是吗 因为它是do you you do 它就是现在是 我们下一本书里面 就把这个do改成deed 就是过去式了 那么既然是现代式 我们所说的这个 现在式就是一个习惯式 你还记得这句话吗 所以后面的副词啊 都是表示日常习惯的副词 每天早上 每天晚上 是吧 每年夏天 我们都去 啊 露营一次 那么这个每年夏天 也代表你的习惯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不要忘记了 绝对不可以把那个副词的地方 加上一个昨天 yesterday 加上个去年 那都不对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组一组的看一下 我们简单的来实习一下 看看能做出来多少 where do you 你在何处 后面加上个工作好了 where do you work 你在哪工作 好简单呢 where does he work 他在哪工作 你说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 I have two sons they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说 他们都在哪里工作 where do they work 你说 我的老大在旧金山工作 我的老二在芝加哥工作 这么讲 my first son works in San Francisco my second son works in Chicago 那一问句就是 where do they work 你住在哪里 就是where do you live 这一个字就够了 那么再加长一点的话 你在哪里打网球啊 你的身体这么好 我也参加好不好 where do you play tennis 当网球就是play tennis 前面我们还学过打麻将 你在哪里打麻将啊 where do you play麻将 我参加你们的麻将俱乐部 好不好 你也可以 第二组是when when do you study English 你何时读英文呢 对了 不能天天打麻将啊 打完麻将 还不要忘了英文 参加英文俱乐部 大家每一天都有一点新的东西 吸收在你的脑子里 也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 when do you study English when do you write letters 也可以讲 你什么时候啊 写信呢 我都没看你写过信呢 when do you 我刚刚加write letters write就是动作动词啊 letters就是他的售词 在下面还有what what do you do 你做什么 what do you say 你说什么 有一个老洋人 他突然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说什么 what do we say when an American comes into the house when an American comes into the house 当一个美国人 进到我们这个家里来 what do we say 我们说什么 你看都可以讲 what do we do what do you do every Sunday 你每个礼拜天都做什么啊 跟我一起去游泳 好不好 how about going swimming with me 你都可以讲 how do you 用的更多了 how do you study English 你怎么读英文啊 我这个英文啊 不是到老师家里去学的 不是到老师的补习班学的 我是在这个收音机上学的 how do you study English I study English over the radio how does he go to work 他怎么样去上班呢 how much how many 我们在上面 已经讲了很多的例子了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every day 你每天早晨 每天什么时候起床 what time do you wake up wake up 是醒来 你每天早晨 什么时候醒来 what size what size shirt do you wear 你穿几号的衬衫 what size shoes do you wear 你穿几号的鞋子 都可以啊 下面还有一些 examples 就是例句 这些例句 就是按照上面的造句的方法造的 各位看着上面造句方法 这个大表啊 你就可以造出来几百句 几千句都可以的 下面自有几个examples where do you work 你在哪里工作 when do you study English 你组织写了一个 what does he do every Sunday 每个礼拜天 他都做什么 why does she live in Boston 他为什么要住在波斯顿呢 你们全家人都住在这个los angeles 他为什么住在波斯顿呢 第五 how do you spell this word 这是个很常用的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学英文的时候 人家告诉你个什么字 你马上就问怎么拼呢 人家不给你拼一遍的话 根本你这个脑筋里面记不到这个字 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记到他的字母以后 这个字才有一点印象 如果没有字母在脑筋里面 根本一下子就忘记了 你赶快就要问 how do you spell this word 这个字你怎么拼呢 就是怎么拼法了 我们中国人好像不讲你怎么拼了 这个字怎么拼呢 他英文里面通常都加个有 这个字你怎么发音呢 how do you pronounce 他不讲how to pronounce 这样讲也可以了 好像不怎么礼貌 how to pronounce this word 怎么读啊 好像命令人家一样 how do you加上 加个读 you就比较客气一点 pronounce就是发音 怎么念呢 中国话讲 这个字怎么念 pron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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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来我们再看第六句话 第六个例子是 how much money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钱 钱不可以数啊 所以我们讲how much money 第七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every day get up 我们前面学过 get这个字还没有up中呢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get up every day 这些都属于语调 一定要照这个语调来讲 美国人才听得懂 才听得舒服 第八 what size shirt does he wear 他穿几号的衬衫 像这些造句的方法 都是告诉各位 这个格式 你可以造出来几千句的 希望各位抽一个空 把它多练习练习 像这一个表格写出来 就这么一页 有很多的疑问词 又有这个表格在第三十三页 那么够各位做两个礼拜 你都做不熟悉 一个月也不一定做得很熟悉 这些呢 希望各位长期的练习 但是不要忘了 时常要练习 下面我们就请美国老师 把这个三十三页的 这些课文到三十四页的上面 统统带着各位先读一遍 four what time what size what day what color what job what school what grade what kind of what type of which one which book on which days examples one where do you work two when do you study english three what does he do every sunday four why does she live in boston five how do you spell this word six how much money do you need seven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every day eight what size shirt does he wear 刚刚美国老师带着各位 读了一遍这些句子 各位听到第七句话 那位美国老师读的时候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every day 那个get up 那个up 我也没有告诉他 你把up读得强一点 他自然会读得很强 我在前面已经跟各位讲过 像这些语调 那么美国人他都是一致的 所以你说话的时候 也要照这个语调来说 他们一听就觉得很自然 他们一听也就听懂了 要不然的话 你要把他讲get up 他们美国人还听不懂什么get up 应该读get up 所以这些地方都是 要各位特别留意 特别要照着他这个格式 他这个语调来模仿 下面我们要去看 part five conversation 第五段的混话 第五段的混声